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Piers股票期权交易员的频道 我是Piers 今天我们要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期权玩家必看的十本好书 另外的几本 那么如果是错过了之前 我们这个上传的前三本的好书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这个链接 查看一下 然后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 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订阅键 Subscribe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本 也就是总共的第四本 书名叫做The Bible of Options Strategies The Definitive Guide for Practical Trading Strategies 那么中文书名 我们可以翻译为这个齐权策略圣经 实用交易策略权威指南 这是第二版 我们推荐的是第二版 那么作者是这个Guy Cohen 或者是这个法语的读音是Guy Cohen 那么这个作者其实是在齐权投资界 也是非常出名的了 之所以这本书称之为圣经就一定是有它的独到之处 好那我们看一看他这个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这本书的层次级别是适合中高级的齐权玩家 Intermediate to sophisticated trader 那么所以看这本书的朋友最好是有一定的这个齐权的这个基础的知识 甚至最好是有一定的齐权突击交易的这个经验 那么首先他系统的提出有效的齐权策略 是effective strategies presented in a systematic way 这里强调的系统的提出呢 就是他所有的策略呢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从意到难 这样一个很系统性的 然后呢是非常有效的 在于他是在自己也是在这个实战中 总结出来的一些策略 还有他的客户所这个获胜的一些策略的归纳 这一点有点像我之前我们推荐的那个 get rich with options那一本 好然后是流畅的解释复杂的技术 complex techniques explained in a smooth manner 这点很重要就是帮助就是初中级的 这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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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水平的齐权玩家呢 能够更好的理解他每一个策略背后的这个含义在哪里 好然后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啊 如何运用为什么这样运用 还有何时使用不同的策略 how why and when to use different strategies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市面上啊 这个齐权的所谓的策略啊是这个层出不穷啊 其实上百种都有 但是呢 至于在什么样的这个market conditions 啊市场条件之下啊使用啊什么样的策略啊怎么去运用这些策略 是做啊单脚single leg呢还是做pairing multi legs呢一对呢还是说多种组合呢啊 啊然后你是完全的开仓呢还是说你是做对冲呢啊他这里面做了很好的解释啊这个逻辑的背后啊还有这个就是when这个时机啊是什么时候做啊 啊那么带了一些技术分析的这个啊背景去介绍他做这每一个策略的这个逻辑在哪里还有时间点是怎么样啊这点是蛮好的 好那么另外推荐的理由啊这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这种题啊齐权书就在于他的独创性啊称之为bible啊圣经 他的独创的齐权波动率指标啊这个就ovi啊那么经常做实战齐权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啊这一点是其实就是他独创的啊exclusively exclusively created options volatility indicators ovi best for momentum trading 啊最适合时机交易啊那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选择齐权的策略除了你要选对这个你的标的股票啊还有你的这个方向之外啊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入市的时机啊然后那么他这个ovi呢就是这个indicator啊这个指标呢啊 就是很有效的帮你去啊理解到这个入市的时间点啊甚至帮你选股都有一定的帮助啊这是他这个作者自己独创的啊所以这本书的卖点啊很重要是在ovi这一点 好啊然后是如何从下跌的股票中获利啊how to make a profit from declining stocks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除了做hedging啊做这个对冲的策略之外啊就纯粹啊是这个从做空的角度来这个获利啊就下跌的股票啊然后他也有比较跟这个short sell啊纯粹的卖空的区别在哪里啊这个也是 是非常好的好的好然后就是利用杠杆进行交易啊trade with leverage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两个就是啊就是什么说呢物点吧就是说首先以为杠杆啊leverage一定是就是巨大的风险啊其实不然啊当你实用的利用杠杆呢不但为你赚取额外的更大的利润啊而且呢很很好的保护到你的 这个投资组合啊你的portfolio hedging啊这点会可以做得很好关键是你是怎么管控这些风险啊这是他的这个我们推荐的理由啊然后我们看他的这个他的目录啊主要是具体是讲哪些部分啊这个table of contents啊首先是the four basic options strategies啊四种基本齐全策略啊 他这里说到的是这种跟我们之前推荐的那本啊这个get rich with options呢有一点点的不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啊 然后income strategies啊这个创造额外收入的策略是什么 Vertical spreads啊垂直套利 好volatility strategies啊波动性策略啊这么根据这个他的波动性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啊适合做什么样的策略 然后是range bound strategies啊区间策略啊区间策略肯定是组合策略了啊就是啊做这种套利的啊这个很多时候 如果是这个市场不涨不跌的时候啊是这个市场不涨不跌的时候啊是适合的策略啊是适合的策略啊是适合的策略啊然后是leverage strategies刚才有提到的钢杆策略啊 Synthetic strategies啊符合策略啊大家听到这个词就应该知道一定是组合策略multi-legged strategies啊比如说像那个这个butterfly啊蝴蝶的那个套利啊iron condor这些都 属于这个synthetic strategies啊那么想玩弃圈的朋友我觉得首先不要被他这些这么exotic 就是terms啊这种很听起来很好像挺复杂挺其瞎人的这种名称给瞎到啊其实很多他就是简单的spread通过组合这个套就是怎么去降低风险和做这个呃这个对冲啊 啊其实基本道理都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个是第四本啊今天的第一本然后第二本呢 book 5啊是这个书名是option trading in your spare time a guide to financial independence for women啊那么中文名称我们翻译成业余时间的齐钱齐全交易啊女性财务独立指南啊作者是wendy kirkland啊他就是联合作者啊除了这个wendy kirkland之外还有一个是virginia mccullough啊两个人联合出道啊 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名称还有看到这本书的这个pink color啊这粉红色就不要以为是一定是给女性的 当然从他这个作者的角度他是考虑出这本书呢是从作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潜在的看书的他的对象呢就是啊做housewife啊全职的家庭主妇有多余的时间也有一些闲钱 那么想涉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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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这个这个齐全的交易但是呢又不想冒太大的风险啊 啊这是这个作者出这本书的初衷 当然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性别的区别如果是啊比较初级一点基础的这个男生看这个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好那我们看看推荐的理由 首先呢是适合这个初中级齐全玩家啊刚才提到的有很多基础的知识 beginner to intermediate 适合有业余时间的全职家庭主妇啊这个是作者的初衷是suitable for full-time housewives with spare time 然后啊刚才提到过的适合希望尝试齐全交易但只能接受有限风险的女性啊这个suitable for women wanting to venture into options trading but only accept limited risk 啊这里强调是有限风险所以他介绍的一些策略呢也许不会像刚才那本书那样那么的这个啊就是丰富多彩啊就是啊但是他确实也蛮实用的有些对于这个初级的玩家来说 好那么这个同样以异于理解的逐步说明的方法进行这个解释尝试啊explained in easy to understand step by step ways 啊对初学者啊特别就是受益啊这个让你通书易懂不会一下子觉得很茫然 好那么他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目录啊option basics啊齐全基础啊这是必须的 the stock market and risk looking at trading personalities啊股票市场和风险看看适合交易的个性啊这一点啊我觉得是这本书非常stand out非常就是突出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首先啊因为你任何的作为股票期权来说啊我们不说这个商品期权说股票期权来说你的标的就是股票 所以呢他这里首先就从基本的股票市场和风险去分析啊关键是他的点在于他的这个perspective呢是在于他的trading personalities啊就是你每一个作为一个投资者一个交易者的个性 在选择什么样的期权策略里面啊起到什么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啊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看点我觉得啊啊也对于你这种急躁型的啊或者是稳健型的啊或者是你有一点点跌了超过百分十你睡不着觉的那种啊 然后啊不同的个性啊分析无论是从股票投资还是期权投资我觉得都是啊蛮有趣的一个看点啊 然后是we begin creating your plan啊我们开始制定您的计划啊基本上是一个像套餐式的从头到尾walk you through 啊一步步的教你怎么去做chart reading啊读懂图表啊非常好identifying buy signals 识别买入信号recognizing sell signals识别卖出信号啊这三点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啊这基本上是把股票和期权啊合在一起 因为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图表的这个这个分析啊这个bar chart啊candlestick chart啊这些都是同样使用于这个分析股票啊作为这个technical analysis啊技术分析啊包括这个买入的信号卖出的信号啊什么head and shoulders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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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um signal啊这些都是非常啊讲的细致很细腻啊啊啊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说适合女性看就是说他特别的 分析的细腻的细腻而且人性化啊而且面面俱道吧所以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好volatility and strategies啊这一点呢就给予那种至少有就是有终极水平的玩家啊一点点的taste啊波动性和策略啊也是一些中高级的书上里面有提到的一些点了好然后是setting up a trading account啊从开始教你开户啊那个那个那些东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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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啊 那个你的制定的计划啊到最后决定你要做了啊怎么去这个正月行或银行开户啊都告诉你怎么做 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三本啊最后一本book6 啊书名是how to make a million dollars trading options啊中文名称我们翻译成如何通过期权交易赚取百万美元啊听起来就十分的这个吸引人啊这个那个作者呢是cameron lancaster啊这也是一本好书这本书很有趣就是他跟一般出书的作者不一样他是怎么被发现和出版的呢是这个作者 根据他自己在这个啊实战中的经验啊写的这种像是投稿式的方式email给啊给这个Wallster Journal啊华尔街日报啊然后呢把他所有想到的心得总结出来的实例呢啊都电邮的方式发给华尔街日报那华尔街日报就归纳起来就就联系他之后就出版了啊所以是蛮有趣的一个途径啊好我们看看 他的这个推荐理由啊那这本书呢当然是啊适合这个中高级玩家intermediate to sophisticated啊里面讲的这个分析的策略啊各方面实战的东西啊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啊期权知识的基础啊好揭露使用期权赚钱的秘密啊听起来就是非常吸引人exposes the secret of making money using options 啊那么刚才说到啊他最主要的看点也是实战啊他会列出很多他的这个生意交易清单啊每一笔什么时候开仓什么时候平仓什么时候他执行了然后呢赚了多少钱啊这个是揭露他赚钱的秘密 好然后很重要一点啊强调了一个事实及期权不能恰当的反映股票上涨或下跌的可能性啊这个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options do not fairly reflect the chances of the stock going up or down 而这一点也是这个齐全交易的事实啊齐全的这个波动走势啊哪怕你做的策略再好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反映出股票实际的这个波动的幅度啊那么这一点呢又要回到我们刚才说之前有提到过的两个很重要的点啊一个就是这个啊希拉字母啊就是这个这个这个delta啊啊这个这个 这个Vegger啊这个这个这些其他字母里面所代表的这个股票跟这个齐全价格之间的这个反映的这个啊这个这个趋势这个波动性啊这个比率ratio啊啊这个是关系牵涉到这个齐全的定价啊那么有一些呢会反映的更真实一点 比如说这个way in the money long call啊非常这个啊就是就是in the money就是溢价的这个看涨集权啊那么他就是跟这个股票的价格是波动步调非常的一致啊但有一些策略又没有那么的一致啊还有一个是time value时间价值啊时间越长啊到期日时间越长 当然他的这个时间价值越大啊那么就越贵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啊这个波动性呢相对于也没有那么的敏感啊没有那么sensitive啊因为还有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股票可能涨了20%齐全可能只会涨大概8%或12%这样子因为他有很长的时间的这个价值在里面 好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点 然后呢指出可以利用这个看跌看涨评价啊point out put core parity can be exploited 这个主要是从这个做spread啊套利这个组合策略的角度 好那么这本书的目录呢包括了basics of options啊也是从这个齐全基础开始讲啊 啊但这一点这个部分是稍微少一点了啊然后就刚才提到的volatility啊and put core parity啊波动性还有看跌看涨评价 啊expected value of option contracts啊这个啊期权合约的预期价值啊这个啊again他也是牵涉到了啊刚才有提到的时间价值呢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implied volatilities啊这个隐藏的这个波动性啊期权很大的晚点或者看点呢在于他的波动性啊如果一个股票 市场是没有很大波动的话啊就是可以玩的策略不多只能玩我刚才有提到的就是那种不涨不跌的情况那种策略不多啊明天后后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啊 啊wallstreet journal啊华尔街日报最前两天才制作的一个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今年2020年呃完期权的这个投资者是历史最多的啊这个跟这个volatility今年的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波动啊啊特别有关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应该是明后天我就会上传了啊 好那么然后是risk management and trade sizing啊这个风险管理和交易规模啊做到做期权你要能够在啊就是不要说常胜将军吧就是能够赚多个亏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管控这个风险管控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你合约的这个多少啊这个交易规模上面啊 啊从我做交易员的经验来说呢尤其是遇到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啊因为当你做这个期权交易你很多的策略是需要你要开这个margin account啊保证金账户啊然后呢是你的每开仓做一笔的时候尤其是做这个uncover的这个call put writing啊就是没有担保这个看涨看跌的这个卖出期权的时候啊风险是非常大的啊 尤其是在波动啊尤其是在波动非常市场波动非常激烈的时候而你所开仓的那个期权策略并没有按照你所预期的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可以瞬间啊你的这个margin或者是你的购买力呢会瞬间减少甚至变零甚至是负数而你需要及时平仓或者被迫平仓啊这个风险就很大啊 那么所以他这一点呢讲了怎么去合理管控你的这个呃齐全的策略还有这个交易的这个买卖的规模合约规模啊非常有用 好additional bonus tips on trading有关交易的额外啊奖励提示或贴士 然后就是reasons why option traders are losing money啊期权交易者亏损的原因啊这点我也是非常的认同和感同身受啊就是我这么多年做交易员的这个经验呢很多的客户绝大多数做期权的客户都是亏钱的 这种零售客户亏钱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期权的这个逻辑第一对期权的逻辑并没有特别的了解然后就匆匆入市想去尝试 然后没有控制到这风险把那个合约的尺寸做得很大啊有点贪心吧说到底在你不了解逻辑的情况下又贪心的话这是致命的伤啊另外呢就是太热衷于玩特别复杂的 这个策略这个策略啊坦白说除非你像是那种什么Ray Dalio 桥水的那个老板或者是Bill Ackman啊那个Persion Square那个在这两个是我最崇拜的这个基金经理啊这个这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啊啊不是这么boring的那个Berkshire啊那个啊巴贝特的那种他两个是我真的是我挺崇拜的啊但他们 他们的那种你除非是他们那种玩法否则的话大多数零售的投资者呢我觉得在管控风险在这个啊就是就大多数的零售的他亏着亏着他没有就是管控好风险然后就对他这个期权的逻辑性了解不是很强啊然后就是啊 这终于做特别复杂的这种期权的策略啊最终呢变成了只是跟这个证券行交手续费啊跟证券行打工啊 当然这是一个learning curve啊一个学习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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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或者是一个必经的啊必经的一个一个历程啊希望啊大家能够在投入到这个期权投资的这个市场的时候呢多看看这些书让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多点这个知识呢头脑会更清醒一点 好那么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啊下一期呢也是我们最后把那几本呢哦对了明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华尔街日报的那个关于这个刚刚看到啊关于是介绍解释为什么今年是期权交易量最大的一年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然后之后呢就会继续介绍剩下的几本啊必看的好书好啊那么希望大家能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啊那下次下期再会拜拜